第四個字幕 接下來的影片要跟各位介紹劇情的部份 所以這支影片將會包含了劇透與劇情的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 請盡快按離開 Ingred,不要害怕神父!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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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盾女英格麟挑戰戰神體育的故事 盾女西歐美等女 她被認為是女戰士的代理詩 但是在歷史記載中並沒有明確的盾女的存在 但被認為是詩歌裡面的創作物 也有人認為盾女就是 花兒吉利母武神的前身 在劇情之前我們就說明一下英雄的系統 英雄在故事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隨意的切換英雄 就在Inventory的英雄分頁裡面去 把英雄拉到左邊的欄位就可以任意切換 I have to be brave 英格麗是我們的入門人物 他的英雄裝備有 一把劍和一把飛鳳 而英雄盾可以在劇情完成之後去探索 一層中獲得 劍除了揮擊以外就是我們主要的招架武器 打開一個男的頭子 而英雄武器不會消失的特質 可以隨時從腰部再抽出一把 單身虎因為長度的關係 我不建議拿來攻擊或者是招架 他適合拿來投子 投出去之後可以 做出招毀的動作 可以英格麗是入門人物 他的英雄武器配置 相較於其他人物也比較簡單 就要單純 玩家在初期可能需要大量的依賴地獄上的劍武器來用 因為遊戲的中高難度建立在招架系統上 我會建議盡量拿雙刺 兩隻長劍和兩隻長粉 不太建議拿了一劍一盾 由於初期撿到的盾牌耐久度都不高 而且很容易被藍色和紅色的攻擊打掉 裝心建議不要太依賴盾 當成功招架把敵人的圖武護甲打掉之後 可以用你喜歡的各種中二病的揮進方式 敵人多成肉獎 我這邊是為了畫面的影響程度 所以我選擇的都是用刷刀補擊式去把敵人的圖武器倒爛 英格利的飛斧名為斯坎洛夫 是他的家族裡面的英雄曾經用過的武器 像現在畫面上這種紅色的障礙物 就只有斯坎洛夫可以打破 所以在主線推進的時候 如果有看到這種紅色障礙物 就代表這是要等於主線過完之後 可以切換人物之後才可以解除 另外斯坎洛夫可以來放必殺技 可以造成範圍的爆炸效果 可以直接破壞墊 在圖墓戰非常的有力 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這邊就不再追溯了 當英格利一路殺戶部主和提爾正面交鋒之後 居然是動物之神被提爾驅出英格利體外 他演變成動物之神VS戰神提爾 神對神的戰鬥 當頭目就是要被玩家打他用的 透過動物之神的協助 透過動物之神的協助 英格利終於對提爾成功的復仇賜下這一劍 我們作為洛基爾學生也拿到了 所以他用的狐獵之神的狐獵之神 可以交差 可是當我們回到阿基爾就關向洛基報告的時候 提爾就生氣氣地衝得進來 向動物之神一種玩家逃過 可是提爾就有被洛基狠狠酸了一頓 大家還打一架嗎? 為了原子人摸摸鼻子去旁邊喝悶酒 之後洛基就想玩家要求 動藥之神 作為提拔動物之神的獎勵 你尊敬我 洛基爾不多廢話 馬上請阿基爾獻上好酒 來慶祝這場勝利 我招待了 我招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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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i 你 你 英雄 你招待你 你招逃過 紛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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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你 Smort, where is Vjolnir? Thor, clearly this innocent knows nothing of what you speak Make amends now while you still can return Thor's hammer And Odin may show mercy on you 就這樣我們加完榮耀之死之後 雷神說的又衝得進來 一進來就指著了 Loki很晚加動一隻聲 是問著他的 男生之槌跑哪去 之後Loki就會轉移話題 要我們去世界樹找 守門人艾尼達爾 I was hoping you could investigate a disturbance for me There is an old priest 守門人艾尼達爾稍微自我介紹之後 說明他希望我們動物之神回到米格加德去協助一位又老又瞎的凡人 抵抗邪惡的勢力 這就是Saga 3 第三章的主要命格 第二章 第二章 Vlogic的故事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下一支影片也會開始介紹 第三章 Vlogic 黃仙芝 Vlogic的故事 今天影片 感謝VR同號夫露 提供了很多點子和素材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然後有什麼想法意見 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掰